任谁也想不到这个男人竟然敢带着一颗人头照耀过时 他趁人不注意从袋子里拿出那颗人头 人头则睁开眼睛冷冷地盯着他 男人把人头带回家后用藤箱把它装了起来 听着箱子里婴儿气势一般的声音 他连忙打开刚买来的食物 温柔地喂给箱子里的人头 一只蟑螂趁他不注意爬进了撞人头的箱子 几秒后箱子里传出一声干呕 蟑螂连带着之前的食物都被人头吐了出来 听着人头愤怒的声音 男人竟然颠狂地大笑起来 在男人的细心照料之下 人头很快生出血肉 变成了一个四肢俱全的小女孩 她被男人关在家里 从没离开过这座阴暗的小房子 男人给小女孩拿来了精心准备的食物 听着小女孩的哭声男人瞬间心软了 就好像中了什么摸着 控制不住地抱着她开始道歉 可小女孩哭着哭着却发出了轻快诡异的小声 又过了几天 男人回家后惊讶地发现小女孩又长大了不少 变成了容颜美丽的翩翩少女 她对女孩愈发痴迷 甚至想要为她奉上自己的一切 但现在的女孩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 直言想要和她分开 男人听后立马崩溃 男人不断摇晃着女孩的肩膀 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个说法 女孩毫不留情地把卸甲水泼到了男人的眼睛里 看着痛苦倒地的男人 女孩止不住发出病态的欢笑声 女孩捧住男人的脸 并温柔地骗她说是因为她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状态变得越来越糟糕 自己才会忍痛离开她的 可男人对女孩的痴迷已经到达了病态的成功 她爬起来抱住女孩恳求她不要走 在女孩离开之后 男人被警察带走谈话 警察拿出了一张合照上面找到学生时期的男人 警察摘下男人的眼罩后 一直恐怖地眼睛露了出来 原来一个月前男人用毒药毁掉了这只眼 之后便被诊断为心理变态 但她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竟然从医院里逃了出来 警察并不认为男人只是简单的心理变态 她把那张合照摆在男人面前 男人看到合照之后崩溃大哭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张合照上有一个被抹去头像的女孩 据调查女孩的名字叫做傅江 曾经是这个痛苦流涕的男人的同学 不知为何傅江被搬离的人曾忍杀害 尸体还不翼而飞了 警察试图从男人口中撬出一些线索 然而男人给出的答复却十分诡异 被警察请来的心里一声很是不解 为什么他要和自己商量这起管于傅江的案子 警察的表情格外严肃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起傅江被杀的案子了 但每一次的犯罪现场都没有尸体 根据他的调查 傅江是一个哪怕被直接也会靠着残肢断臂复活的怪物 现在唯一侦破这些案子的可能就是亲自见到复活的傅江 而医生的一个病人与几年前被杀死的某个傅江 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或许那个名为月子的病人就是他能否见到傅江的关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眼睹 感谢观看